各位县切克行业朋友大家好 我们公司来研发的普通HL控制卡联网方案 很多县切克加工和维修人员看了以后呢 都非常的感兴趣 认为啊这个很有使用价值 主要呢就表现在以下几点 这个也是它的优点 第一个呢就数据啊 数据文件集中在一台这个共享的电脑上面 方便保存查找备份和管理 不像以前每一台电脑上面装几个文件 装一些文件 那一台电脑损坏以后呢 那个文件就全部丢失 第二个呢减少这个工作的强度 装了HL这个联网以后呢 就不用师傅来回用这个U盘来考这个文件 这是从这一台考到那一台 那台考到这一台 特别的简单省心 第三个呢 就会减少这个控制电脑的损坏几率 其实大家都知道哈 这个电脑天天来回 插来回拔行 不仅是个USB接口容易损坏 电脑主板呢 其实也是容易损坏的 而且呢还有这个U盘呢 是更容易损坏了 那用了这个联网以后呢 这个U盘基本上是用不到了 这里呢可以为大家节省一笔费用 那第四关键就是在这里哈 可以提供这个加工这种效率 这个工资效率 节约时间 我们之前的一有一个客户呢 买了我们这个产品以后呢 他是六台机哈 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他说我六台机这个呢 连网加起来 这个算起来大概是 费用是一千块钱哈 看起来一千块钱好像挺多 但仔细一算啊 还是很划算的 他六台机 每天用在这个拷贝文件 用U盘来回拷贝文件的这个时间呢 就从这一台拷到那一台 大概是要花的半个小时 大家都知道哈 现在这个人工是最贵的 一个小时一个师傅 大概是十五块钱左右 那半个小时呢 就是七块五 一年如果是按三百天来计算的话 每天七块五 三百天的话 三千二一哈 就是两千二百五十块 那这么一算的话呢 就不到半年时间 就把这个投入的一千块钱 就赚回来了 算一算呢 这个其实长期来看 是绝对是超值的 大家看了这个产品呢 都觉得很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客户呢 他觉得自己不懂电脑 可能觉得安装很麻烦啊 就是自己搞不定 所以呢 就有点不太敢买 心里呢就没底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特别制作的一个 这个安装的视频给大家看啊 希望大家能够根据这个视频 和我们提供的这个教程啊 安装一份书面的教程给大家 能够顺利的把它安装好 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哈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看我们的电脑哈 好 我们来看这一台电脑 这一台电脑就是我们的编程的 共享的电脑哈 这里是刚刚安装好的 这里面现在什么都没有哈 好 我们来看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要大家可以编操的 时候可以看到我们那份书说明哈 我们那个教程 就是改这个计算机名和工作组名啊 计算机名啊 大家看到没有 计算机名是需要改的哈 是要改成Y LMF哈 这里要大写哈 不能写错也要大写哈 然后来看这个工作组 工作组的话也不能错啊 工作组的话一般默认情况下 就是这个工作组了啊 就不需要改动 然后确定 这个时候可以暂时不要重新启动哈 因为我接下来还有三步要设置 第二步 来看哈 这个 把这个文件包哈 我们刚才是已经解压了哈 我们会发一个文件包给你 这个文件包里面呢 包含有这个文件哈 有协议 好 我们第二步就是添加协议 就看点就好 好 这个协议呢 打开这个文件夹哈 这里面有一个EBIT执行的哈 双级执行 完了以后 我们来看这个桌面上的网上邻居 啊 属性哈 这里面就有一个本地连接 本地连接属性 好 我们点安装 安装 这里来点协议哈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NEDBUR这个协议哈 确定 把它添加 添加进去 好 大家来看哈 下面这里 这个协议就出现在这个里面了哈 这样就说明我们之前做的那几步都是正确的 好 现在关闭 好 我们 啊 协议添加完了以后我们做第四步哈 因为这条电脑刚刚有测试过所以我们建了一个HL的目录那我们为了演示给大家看到我们把它删除掉然后再来重新建一个哈 新建一个文件夹 新建一个文件夹HL HL呢 这个文件夹呢是用来放置 呃这个共享文件啊比如3B啊DXF和DIT文件哈 这个目这个目录呢 这个HL的这个两个字哈一定是要大写啊不能小写 小写的话呢就是连不上网的 好 第四 文件目录建立了以后呢我们把它设置这位共享 点这里哈又又吉他然后共享 共享大家看到没有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哈 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们这一台电脑是默认是没有打开简单就是文件共享的 没有打开这个文件共享的 所以如果是出现这样一个界面哈 那就点这个地方 啊 用向导启用文件共享哈 你确定推推荐哈 就这个 下一步 啊你看看到了刚才那个本店连连接哈 本店连接那个网卡 然后因为现在还没连上网的话呢就要 勾上这里忽略已断开的网络 硬件哈 如果是连上网的话可能不会出现这个界面 如果有插网线路由去开启的情况下 好我们看了这个这里其实就随便点了我们一般就是点中间这一个哈 此计算机通过去居民区的网关或者网络上的其他计算机连接的英特尔哈 我看了错了哈就是还是刚才那样的Y LMF 好 这里工作组呢 也是不能填住了也看是跟刚才第一步设置的是一样的 这里呢我们可以 啊也可以手动输入 当然也可以把它复制过来哈 啊把它复制过来 下一步哈 这里哈 启用文件和打印及共享 下一步 好 选最后一个哈 完成该向导 我们不需要在其他计算机再运行该向导下一步 好 这里又要求重新启动 还是先不要启动哈 因为还有工作要做 好我们再来回回到第一旁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 HL的这个文件夹 再点共享 这个时候就 就出现了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 呃 就可以直接这样点了 直接把它勾上就可以了 有很多电脑呢 它可能 不需要做前面的那个工作啊 就是还要去启用这个共享的功能 它已经打开了共享的功能 那那就不需要做前面的一步 只需要把这里勾上去 搁上就可以了 应用 好 再返回到这里 这里把第一旁呢 也共享一下 也可以不共享啊 但是为了保险期待 共享一下呢 可能会好一些 这里 一样的哈 啊 OK 好 大家看到了哈 这个文件夹 下面 是有一个手 一个手突起这个文件夹的 说明 我们这个是已经做好了 就是已经设置共享 这里做好了 好我们 我们再回到 最后一步啊 第四步 四步的话 打开这一个软件哈 这个共享 因为里面还有需要有一些设置 好 看在这里 第二个选项哈 第二个选项里面 网络共享 第一个勾上 第二个勾上 第三个 第一个勾上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都要勾上 第二个不要勾上 好 点应用啊 直到这个出现 好 那 那么 服务器端 这个编程 这个端呢 就是已经 设置完成了哈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 重新启动电脑了哈 共享电脑做 设置完成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 控制这 控制电脑哈 就是边 就 那个 HL控制 控制电脑这一端哈 这里呢 就是 控制电脑了 这里只是没有用机箱装起来 实际上呢 是一台好的 好的 我们把HL卡擦上哈 擦上以后 启动 啊 好 这里是没问题的哈 好 我们把它关掉 关掉呢 我们把我们 我们配送的电子盘 还有网卡哈 配送的电子盘 和网卡呢 都把它插在这个上面 那 电子盘呢 是插在主板的 ID1的接口上面 就是硬盘接口 然后 插上电源线 那 这个时候 大家要看一下 因为有一些主板上面是自带网卡的 如果你自带的网卡 并且是8139的网卡呢 那么就直接可以把路由器 连的那个网线就插在那个上面 如果是 你的主板是没有带网卡的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到 需要到电脑的boss里面 去把之前主板上带的网卡 禁用 然后插上我们送的 配送的 8139的网卡 插在PCI的插槽里面 这个时候呢 现在 路由器那边还没供电 那个服务器那边也没连上 好 我们先来开启看一下 开启看一下 开启看一下呢 我们 我们是 电子盘是使用d盘启动的 这个d 这里是要 如果 控制卡 没问题 网卡没问题的话呢 那就会出现我们公司的一个 一个标识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呢 如果出现这个界面的时候呢 就说明 我们的网卡是有驱动的 但是呢 连不上网 这里看到没有 这里是没有 没有连上网的 好 我们把 这个时候我们关键电 啊 我们把路由器 网线插 大家看到了啊 这一条网线 这一条网线 插在路由器的 这个 LAN 这个装上 那 编程电脑的呢 也是插在上面 路由器是 没有什么要求啊 就是普通的路由器 不要插在这个 WAN 这个口网上面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有八 我这个是八口的啊 如果是就可以插八台机哈 就是七台 七台控制机 一台共享机哈 如果你有更多的机 可以买 买这个 更多口的这个路由器 有二十四口的 十六口都可以 好 我们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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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把这个 共享的电 电脑这个 网口哈 也 也插上网线哈 然后 把这个路由器的 电源插上 好 这个时候 大家看到哈 大家 我们把这个 控制电脑哈 电源 打开 打开以后使用机房哈 好 好 这里一闪而过的话 说明就是你 你上网了 那也就要恭喜你了哈 我们来看啊 呃 文件掉入 再按F4 大家有没有看到哈 这个地方 出现了一个U盘 U U盘 和 LAN 这个盘 这个就是 控制电脑 就是编程电脑 那台共享的电源 HL目录下面的一个文件夹 大家来看 这里面是没有文件的 现在 刚才也是没放文件里面 里面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控制 控制电脑的文件把它存在 存在 存在那个共享电脑 你试一下哈 iF3 全过去啊 这个键盘有点问题 好 我们现在把它存到 共享电脑 那台编程电脑上面去了 我们来看一看 看看有没有这个文件哈 看是否 年成功了哈 啊 我的电脑 然后第一旁 HL文件夹 W SNCP 打开 哦 大家看到了哈 这个445 这个3B文件 已经从 这个控制端 这个 从这个 控制电脑 iF3 控制电脑 存到这个 共享这台电脑上面来了 那其实调过去的过程呢 也就是一样的 那平时呢 大家可以 就是把 在这个 编程的电脑上面 安装这些 画图的软件 生成3B文件 直接放在这个 这个文件夹 然后 控制端 HL电脑呢 就可以直接 调取这里面的 3B文件 直接在那边就可以 加工了 这个过程呢 安装过程 就是这样的